- 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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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現在來回應一下觀眾寄來的影片 這裡有不少觀眾寄影片給我們 我們今天會挑幾個比例比較特殊的情況來講解 然後其實有不少人問到說 那他的動作可以怎麼改善 除了結構上的問題之外 其實更重要的是動作控制上的問題 所以我們今天請到宇紹這條師來幫我們 給大家一點建議 大家好 我是練健康宇紹 A.K. 溫生 - 好 練健康溫生 - 會不會被Bank 會不會被告啊 會被Bank喔 那你有英文名字嗎 鮑勃啊 B.O.B.啊 - 跟我一個朋友一樣耶 真的嗎 這麼巧 那我現在幫他取個名字叫做鮑勃 因為鮑勃就是Bub 那上次影片有講到說 一個理想教科書中理想的深蹲 大概就是說 他的屁股可以略低於膝蓋 然後身體跟他的小腿大概可以長得平行 這樣子 那大概像算這樣 -OK 長度 對 那還沒看過上一支影片了 可以去點這個連結看一下 其實深蹲 你不蹲到這麼低有沒有關係 其實也沒關係嘛 但是蹲到標準深蹲 其實是對於刺激肌肉 來講的效益最高的嘛 是 所以我們當然會希望說你在深蹲的時候 可以蹲得好一點 蹲得好 然後重點是好的定義 我們就是指第一個安全 第二件事情是舒服 那舒服的定義我們有很多種 就是第一個是找到穩定的底面積 然後跟你身體的肌肉 處於比較平衡的狀態下 然後動作也是好的情況 那就是我們說的舒服 而且 那如果他的腳踝活動度比較差 那他的膝蓋往前移就會受限 那會導致說他的身體變得 比較傾斜 比較傾斜一點 上半身啊 上半身的部分 上半身的變得比較傾斜 那如果腳踝活動度比較好的情況 大概就是像這樣的 以上你會建議大家去把腳踝問題處理好嗎 一定要先把腳踝的活動度先處理好 只要基本上你有活動度受限的話 在做蹲的動作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卡卡的感覺 有義務感 那你身體反而不好找到自己的穩定點 或是我們說的重心 如果說暫時沒有辦法處理腳踝問題的話 建議把你的腳踝墊高 像你這樣子 然後上一個影片我們有講到說 如果你的腿骨比例比較長的話 那對於深蹲來說 會比較稍微困難一點 我們今天收到的影片裡面 大腿跟身體的比例 大概都介於0.8到0.9 欸 你怎麼算的 我們現在有在進行一個影像辨識的專案 把影片上傳之後 他可以自己抓關節點 那就可以知道每個肢段的長度 可以相對的夾腳 那有一些拍攝的角度比較特別的 我們在用人工看 用去 用腳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邊 一個 腿骨比例比較長的案例 哪一邊 大腿還是小腿 大腿骨 那這個男生他是我們目前影片裡面 就是腿骨比例最長的 對 我們就可以 那加上他在深蹲動作上 他是採用比較低背的 那他重心就更往後 對 你可以想像說他的身體又變得更短 這樣 屁股都還沒有低於膝蓋 他身體就已經非常往前 對 那他腳踝的活動度這樣算好嗎 好 從圖片上來說的話 他的活動度到這個最底的話 的確還沒有達到 我們一般在臨床上看到的角度 大概可以到30或40度角度 他這邊大概0度就是20度而已 從這邊是0度 大概就20度而已 他還可以有一些往前的空間 是的 是的 但是因為這個是整個動態的過程嘛 那我們不知道他的最低點哪 或是說把腳踝拆開來看 那另外有一位 腿骨也算是滿長的 就是他身高170 其實大腿骨就佔了50公分 嗯 對 雖然比例算長的 他腳的活動度比較好 所以他的膝蓋就可以就往前 那下蹲的時候他的背就沒有那麼傾斜 OKOK 可以看到說他膝蓋可以往前移很多 對 那這時候反而他出現 我們最近一個比較另類的喔 就他上半身反而是可以 相對直立 然後他的小腿反而是能夠 往前 就跟我們平常看到的反而是差非常非常多 一般看到的情況是這樣子 嗯 嗯 所以這時候他就有主述到說他的腳跟 會比較離開嗎 對 會離開然後腳跟會抬起來嗎 嗯 那就是超過他原本的支撐底面積 他重心整個都比較往前移的 而且他已經把他的腳的佔據 整個拉得比較開了 是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可能我會使用的方式 可能會調整他的佔據 跟他往外往內轉的比例 來去處理他深蹲的問題 嗯 有一些觀眾有問我們一些問題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們的問題 然後請哨寶們來回答 好 我們看這個檔案 好 好那我唸一次喔 我不知道我唸因為我看不前 好 劉昌哥你好我是看了你的影片而來的 我覺得你講的很科學很有道理 因此想請你分析一下我深蹲的過程 是不是哪裡出了問題 我自己認為懷關節活動不足 讓我上半身變得很前傾 導致下背承受壓力很大 請問的認知有誤嗎 好麻煩的上課分析了 謝謝哥 所以我們看影片嗎 嗯 好 老實講他的腿骨 大腿比例跟小腿比例 他的大腿其實沒有算很長 對他大腿比例算 中間 中間 0.8度 中間值 嗯 所以他的問題的確是跟 我們看到的是他膝蓋不能往前移 那跟懷關節的活動度的確是有相關性的 嗯 所以這個時候他的重心相對來說 就會比較偏到後面 所以下背的壓力也會比較大 所以你的認知上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現在來看第二個影片 Ken 他的腿骨比例大概是 大腿骨跟身體比大概是 0.88左右 0.84左右 所以應該也是平均幾 平均值偏 偏低一點 對 偏低一點 所以偏低一點意思是 偏低一點意思就是說 他深蹲上應該會比較輕鬆 嗯 理論上比較輕鬆 理論上會比較輕鬆 那動作上你覺得呢 首先呢 他採用的背的方式 他背在是肩胛骨的上面 所以比較偏向是低背鋼 尤其他握得比較寬 所以身體已經會自然比較 上半身已經自然會比較前傾了 那這個時候 他在過程當中的話 他骨盆在起始位置也是屬於比較後傾 嗯 那這時候你蹲到底的時候 就自然的會更後傾 所以你剛剛會說 有那個眨眼的情況 是蠻正常的 那膝蓋也 前移的角度也比較不夠 所以的確 我們發現 懷關節的背曲角度也是比較不夠的情況 OK 以上三點 那我們來看看 這位無帥 喔 他是挑戰ERM的意思嗎 看起來是喔 這位的話他的 腿骨比大概是0.88 就是算是 中高 中高 但還不是到極高 他剛剛今天有說過 他覺得下背壓力會比較大 所以他刻意讓上半身寶石比較直立 那這時候膝蓋受力還會比較大 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當你身體越往前傾的時候 對於臀部的力弊來說會比較大 所以臀部受力會比較多 那下背站也會受力比較多 那反之 你讓身體比較直立的時候 的確膝蓋的受力會比較大 因為你身體比較直立 就變成膝蓋需要往前傾 往前傾比較多 因為他的力弊就會比較長 所以就是正常 正常現象 但他又有講到說他的重心會比較往前移 那這時候 看起來你的腳踝活動度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你還沒到全蹲 或許你可以試試看 真的就是後面放個槓片 或是換舉重鞋 先找到你的重心 然後去調整一下你深蹲的位置 之後或許對你的幫助會比較大一些些 主要是這樣 那宇宋 就是 你之前有跟我提說 有些人在深蹲的時候 會有間追環點頭 的情形 那請問一下那是什麼 好 那我們其實從側面看 那這是人的頭面朝那個地方 然後這是他的間追 所以我們的反點頭意思是 在深蹲的過程當中 間追已經出現這一個 樣子的動作叫做反點頭 那點頭就是這個動作 所以反點頭意思就是指說 你在蹲下去的過程當中 骨盆已經眨眼嘛 就後傾的意思 這個時候核心就比較不容易 所有的核心不容易繃緊啊 或是有塌掉的感覺 沒有辦法處理的感覺 那就是這個意思 那這要怎麼解決 一開始在預備動作的時候 就不要太骨盆後傾 對反而就是比較過度的骨盆後傾 很多人會說想要夾屁股啊 那什麼 然後腳往外轉 用力擠屁股啊 那其實都是蠻錯誤的一個Q 反而容易導致骨盆就預先在過度後傾的位置 那下去之後反而更容易眨眼 所以屁股眨眼看的是 間追還是骨盆 骨盆比較好觀察 因為骨盆相對有旋轉 那間追的話 因為間追跟腰椎就差一截而已 然後間追又在骨盆的中間 相對來說比較難觀察 那通常來說就是治療師跟教練 會比較觀察得到 一般人就是只會觀察到骨盆再做旋轉 所以其實重點是間追 只是骨盆比較好觀察 對骨盆比較好觀察 因為基本上骨頭是做連動動作的 那你要觀察哪一個都可以治相對動作 了解 好 那我們下一個 你剛剛有講到說腳站不要太開 那其實我們上個影片有很多人留言說 你腳站開一點就可以解決大腿骨太長的問題 建議怎麼樣 其實站開這個意思是相對來說 就是讓大腿比較往外轉一點點 嗯 外展跟外轉都有 只是這個時候會出現一個問題是 在下蹲的過程當中 其實大腿相對來說會做出內轉的動作出現 相對骨盆 那你站到太外展跟外轉的時候 你下去的時候 反而會讓你的骨頭跟骨頭之間 產生卡住的情況反而下不去 所以大家其實可以試試看 你假如說無線站寬的話 無線外展的話當然下都下不去嘛 所以我簡單結論一下 你結論一下吧 就是你把腳站開一點 那從側面來看 它確實是可以縮短你的利弊嘛 對 但是你開到某個程度 你自己骨頭會卡住 是 所以也沒有辦法讓你蹲得更深 沒辦法 所以反而就是有一個 可能會有一個sweet spot這樣子 是的 那怎麼找到這個sweet spot 就是治療師或是教練的功力了這樣 對 有條件 最後一個問題 嗯 其實最多人有的我們發現是 它腳踝上卡住 嗯 其實這個問題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多 對 那這個問題到底要怎麼解決 放鬆小腿有用嗎 好 那其實這兩個問題都蠻經典的 那至於怎麼處理的話 可以看我們的影片 影片上面都有腳踝扭傷怎麼處理 那其實跟腳踝卡一模一樣 就按照上面的流程去處理就好了 所以中當中當然也有放鬆小腿 然後去解決腳踝活動度的問題 那其實今天啊 我們從一些影片上還有比例上 都可以做粗略的分析跟解釋你的問題 那你可以自己回去做一些排物 但是在排物的過程當中當然 難免都有偏差或是解決不了的問題 那這個時候就要去找專業人士 像是物理治療師 運動傷害防護員或是教練 來去解決你深蹲上的問題 好 那今天的講解就到這邊嘛 還有很多人的影片我沒有講到 是 那因為長度的關係 那我們會把 其他人的我們把它放在 同端子要講 大家可以去上去看 然後我們會把你拿一些 叫什麼 狀況 狀況打在上面 然後還有身體的比例 對對對 然後我們考慮未來之後 會去做一個網站 然後讓大家可以上傳一些影片 然後我們就會去標 可以自動標記你的哪個關節 這樣子 OK 這個就在開發中 盡情期待這樣 好 OK 我也是這樣 今天就先到這邊 好 謝謝 掰掰 如果把它剪掉 其實應該沒有 會不會讓我們